大家好,我是Juja,歡迎收聽安博足球快訊 星期二零盛,E甲繼續 沙蘭力坦娜將為主場迎戰拖連佬 這場賽事音直播為大家進行現場直播 兩隊新賽季開局表現貓貓負負負 而且上季主學場交手都打勝1比1的比分 足以說明他們的實力是接近 今次再到碰面握手燃火的機會真的頗大 五新賽季開始之前沙蘭力坦娜就在意大利盃第一圈 贏了首場比賽,面對低組別而且實力交易的特拉納 憑著簡特利華開場沒多久後就能完成破門 並從頭帶到尾最終獲勝晉級 來到新賽季後,簡特利華持續保持火熱狀態 與羅馬一戰中,他上演梅開二道帶隊迫和對手 而上季主力射手迪亞亦在上一個主場 打開新賽季二甲的入球帳戶 他與簡特利華成為對內目前為止兩位能夠取得入球的球員 老實說,沙蘭力坦娜開局前三輪面對羅馬 而沙蘭力坦娜亦能夠取得兩和一副都不算差 始終兩位對手實力都是自己之上 最終能夠得到分已經完成超額任務 而沙蘭力坦娜亦有他們的缺點 就是他們比較差的防守未有解決 當中每場都有支撐球 並且最先失球的一邊 幸好今仗對手 拖連盧進攻火力不強 所以沙蘭力坦娜有望保住主場不失 陣容方面後衛丹尼魯克印象缺陣 另一邊上輪比賽憑著拉當直 完場前攻入絕殺球 拖連盧終於迎接他們新賽季首場勝章 同時一數上將大敗的陰霾 在歌帳當中拖連盧空球率射門總秀及角球等方面的數據都佔優 最終只能夠驚險過關 其實一點都不意外 因為拖連盧一直在進攻表現上都是較為一半 上季坤長只能夠入1.11球 最終能夠排在中游已經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做好防守 作為上季對內主力射手 沙拉比亞開局以來表現是貓貓負負負 未能夠擔起球隊破門的重任 若非拉當直上輪攻入絕殺球 球隊可能就要為他們的首勝而繼續拼搏 以上所提及拖連盧最大的兩點是防守 例如首戰能夠打和卡利亞里 以及上將尹尼納亞 球隊都是依靠防守力補他們的大門不失 最終能夠得到分數 稍有不理的是 拖連盧最近作客的表現不好 包括之前友誼賽在內 近三場作客是難球一勝 這個情況 沒有以為球隊今早日埋下禍根 陣容方面 後衛和積和達和積都是因傷缺陣 喜歡這條片的話 就記得按LIKE 還有要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再Share給你的朋友看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